东城第38代守护者拜见祖师奶奶 祖师奶奶辛苦了 让祖师奶奶在外受苦了 祖师奶奶求您原谅 云泥左右环视一周 瞧见秦桓等人站在不远处 眉头青簇 祖师奶奶那是北渊人 他们信奉神尊与东城信仰不同 他们对祖师奶奶并无不敬之心 不妨设 云眼他为苍生从来就不是想要获得尊敬的 他不是那种为名为力的孤名钓鱼之辈 大国师顿了顿 总感觉祖师奶奶是在隐隐指责 神尊乃是孤名钓鱼之辈 是啊 神主大人才是天地间的功臣 弟子一定送祖师奶奶与神主早日团聚 云泥神色七晚 只含笑不语 和神 和神 祖师奶奶回来了 咱们的祖师奶奶回来了 祖师奶奶刀枪水火不清 林木中的毒虫也不伤他 祖师奶奶回来了 和神 你的主子回来了 云泥站在泪河边 众人都簇拥着他 只见他蹲下身子 举起一盆水 我回来了 让你们久等了 船娘面色微冷 转头便划着船往河上去了 到了无人处 只见纵身一跃进了水里 飞快地游了回来 是河神大人 真的有河神大人 只见那河面上突然冒出了一抹金色 天呀 天呀 是金礼 是金礼 真的有金礼 传说是真的 金礼只有祖师奶奶能召唤 他游过来了 天哪 他跃出水面了 只见那金礼的游行速度飞快 直直地朝着云泥而来 原来星魔说的是真的 原来这世间真的无人能看破我 他模仿云瑶的神态 模仿云瑶的一颦一笑 已经无数年 所有的形态都已经刻在了脑子里 几乎没有半点不同 便是真的云瑶站在他面前 他也只会比云瑶更像云瑶 祖师奶奶 这便是当年您放生的那条金礼 他如今已是泪河河神 专为守护这一片水域 李云月龙门便能得到成仙 这金礼如今可成了金了 瞧瞧 祖师奶奶回来 他便感应到了 您可以摸一摸 只有您可以摸一摸他 相传 金礼已经可以成仙 但是 一直在等祖师娘娘您回来 他替您守着这一条泪河 没有您的允许 他也不会离开半步 祖师奶奶小心些 他认识我 不必担忧 说完便伸出白皙修长的手 朝着金礼的极背摸去 手刚一落到金礼背上 一直在水中游玩的金礼突然抬起双眸 看向了他 那双眸子冷静 睿智 仿佛有着洞悉一切的目光 正直直地看向他 哪里有半点尊敬 得晕 ест价子冷静 走了 稍等 稍等